前段时间我讲过了西汉 今天咱们用十多分钟的时间 再来说说东汉 有种说法叫大汉四百年 好像汉朝是连贯的 国运比唐朝和宋朝都要长 实际上汉朝不是连贯的 因为中间插进来一个王莽篡汉的新朝 所以汉朝就被分成了两截 前半截是在西边的长安建都 所以史称西汉 历经十二位帝王国座二百一十年 而后半截是从王莽篡汉的新朝手里 夺回来的汉朝江山 由于都城是在东边的洛阳 所以史称东汉国座是一百九十五年 有意思的是西汉之后 这个又延续了一百九十五年的东汉 竟然和一次意外密不可分 说起来这事其实挺八卦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汉景帝的一则花边新闻 说是有一天晚上汉景帝喝醉了酒 召见一个叫成姬的妃子侍寝 恰巧成姬那天不方便 就让一个唐姓侍女代替他给醉酒的汉景帝侍寝 那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一个晚上 唐姓侍女居然就意外的有了身孕 并为汉景帝生下了一个儿子 就是后来的长沙定王流发 那这件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姬误会 而正是因为汉景帝这次意外的误会 后来居然让王莽把篡夺的汉朝江山又给吐了出来 这才有了之后国座一百九十五年的东汉 为啥呢 因为汉景帝醉酒之后和唐姓侍女所生的儿子 也就是长沙定王流发 这一支传到第五代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牛叉闪闪放光芒的人物 谁啊 就是从王莽手里夺回了汉朝江山 好称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 最会打仗 而且最会用人的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 一说刘秀大家就会想到四个字 卫面之子 啥是卫面之子呢 其实这是近些年网络科幻小说中流行的一个概念 卫面是一个独立宇宙的意思 所谓卫面之子指的就是这个独立宇宙赋予特殊意义而诞生的生命 是集这个卫面的气韵而生的幸运儿 由于刘秀在建立东汉的过程中 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运气好的爆棚 所以就被冠以卫面之子的说法 刘秀是公元前五年出生的 虽说他是汉氏宗亲 还是汉景帝儿子长沙定王流发的五世孙 但其实到了他这一辈的时候 大汉朝的刘姓宗氏子弟高达十多万人 再加上他家的爵位早在汉武帝刘彻搞推恩令的时候 就给推没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刘秀就和三国时期 那位卖草鞋的大汉皇叔刘备是一样一样的 早就不是什么贵族了 不过他比刘备幸运 历史记载刘秀他们家应该蛮有钱的 虽说不是什么门阀士族 但他爹和他叔叔都当过县令 再加上他们家的姻亲呢 也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家 比如刘秀的外祖父樊仲 就是著名的富豪 姐夫邓臣家庭背景更是世路两千淡的高官 不光有钱还有权 所以这没落的皇族刘秀 应该不会沦落到和刘皇叔一样去卖草鞋的 相反他们家应该不差钱 说起来挺有意思 刘秀早年勤于农士喜爱读书 而他的哥哥刘衍却颇有汉高祖刘邦的风范 他好侠仰视 所以就经常取笑刘秀 将刘秀比作是刘邦的兄弟刘喜 当时已经是西汉末年 自汉城帝刘傲以来 以皇太后王正军为首的王室外戚 长期把控朝局 汉埃帝刘新死后 王正军又扶植他的侄子王莽秉正 王莽先后拥立平地刘看和儒子刘英两个傀儡皇帝 到了公元八年 王莽干脆一脚踢开儒子刘英自己做了皇帝 并改国号为新 使成新莽 至此延续了210年的西汉灭亡 王莽当皇帝期间 由于他推行的改革盲目重鼓不切实际 又触动了上至豪强下至平民的利益 加之水汗天灾不断 广袤中原 赤地千里 哀鸿遍野 终于在新网天凤年间 赤梅军 陆林军 铜马军等数十股大大小小的农民军 纷纷揭竿而起 一时之间海内纷崩 天下大乱 在公元前22年的10月 刘衍刘秀兄弟俩 也打出了赴高祖之夜 定万事之秋的口号 加入了反抗王莽的陆林军 当年6月 刘秀在昆阳之战中以少胜多 打败王莽的主力 9月 陆林军攻入长安杀死王莽 王莽建立的新潮也随之灭亡 王莽的新潮虽然灭亡了 但此时陆林军的内部也是矛盾重重 刘秀的哥哥刘衍功劳最大 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于是刘秀自立门户 并于公元25年8月5日 刘秀在号称千秋亭 纪皇帝位 就是光武帝 他赴国号为汉 由于都城设在东边的洛阳 所以誓称东汉 12年后 继公元36年 刘秀凭借手下云台28将 终于统一了全国 光武帝刘秀统治的期间 他整顿励志 设上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 进而削弱三宫 就是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利 同时提高监察官员的权利和地位 进而他下令清查土地 新定税金振兴农业 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了下来 他还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 使大量奴婢免为数人 使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 在他统治的时期 遭战乱破坏的生产和生活 得到了迅速的恢复 人口与墾田树木大大增加 史称光武中兴 刘秀这个人不光能文能武 还生了一个好儿子 就是东汉的第二位皇帝 汉明帝刘庄 公元57年62岁的光武帝刘秀 驾崩于南宫 同年刘秀与殷立华所生的 儿子刘庄继位 就是汉明帝 汉明帝刘庄继位的时候 已经29岁了 他特别崇拜自己的父亲刘秀 继位以后 一切都尊奉父亲的继承制度之行 同时他对内严令后非之家 不得封侯干政 对宗室诸王控遇吉言 一旦犯法 从严至罪绝不宽戴 于是群臣阵恐 朝廷肃然 对外汉明帝命 窦顾带兵北征 自往往篡汉之后 又似灰复燃的匈奴 已消除隐患 而窦顾更是为东汉 发现了一个绝世的外交天才 那就是仅凭36人 以国家威望为后盾 靠个人胆略和天才的外交手段 最终降服西域 50多个国家的班朝班定远 相比于西汉武帝时期 二师将军李广丽的劳实远征 以及圣唐时期 经营西域的巨大投入 班朝牢牢掌控西域数十年 甚至连一支正规军都没动用 他几乎以一级之力 捍卫了东汉帝国 在西域的强势存在 公元75年 汉明帝刘庄驾崩 他19岁的儿子刘达即位 就是汉章帝 汉章帝也是一个贤明的皇帝 他在位期间两度派遣班朝 初始西域 使得西域地区重新归顺汉朝 同时他兴修水利 减轻摇曳 施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所以历史上就把汉明帝和汉章帝 统治的这31年称之为明章之治 话说汉章帝刚刚即位的时候 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域 书乐城就发来了一封求救信 书乐城位于今天的新疆旗台县 是当年汉军在西域修建的一个要塞 就在汉明帝驾崩的前一年 汉朝重新设立了西域督户 任命耿公和官宠为物己校尉 次年 匈奴几万人进攻车师 杀死车师国王后 转而攻打耿公驻地 将耿公所部两三百人 围困在书乐城中 经过数月的围困 城中已无粮草 汉兵一个接一个的战死饿死 而匈奴还在一天不停的进攻 直至耿公身边就剩下几十个人了 城头的大汉军旗 依旧在顽强的飘扬 匈奴的蝉于亲临城下观战 大为惊叹 下令停止进攻 城外喊话耿公 答应投降 封你为王 公主嫁给你 不久城头举起了祥旗 耿公让蝉于派使者进城受降 蝉于当即同意 没想到耿公当着蝉于的面 在城头亲手杀死匈奴使者 架起火堆 一块肉一块肉地割下来 烤着吃了 一千年之后 岳飞写下慷慨激昂的满江红 壮至鸡餐葫芦肉 小坛可饮 匈奴血 就是打这来的 耿公此举断掉了匈奴人最后一个幻想 他们疯狂的攻城 想杀光这些汉兵 城里活着的人越来越少 但他们仍在坚持 直到耿公的求援信 被送到东汉的朝堂之上 此时的汉章帝虽然刚刚登基 但有着满满的血性 他下令 发兵千里 营救耿公 于是就在公元七十五年的冬天 张叶九泉敦煌三郡 以及善善国军队共计七千人 冒着漫天的大雪出发了 数月后 困守在书勒城的最后 二十六名汉家将士被救出了书勒城 原路返回一路饥寒交迫 行至玉门 仅存十三人 玉门太守为之感动 安排他们洗澡更衣 并发文至朝廷 为他们请功 这就是十三勇士 闺玉门的真实故事 这一年正是汉章帝刘达 刚刚继位的那一年 而发生在一千九百年前的 这期拯救中国大兵事件 正所谓一个英雄都不放弃 十三勇士换回了大汉的所有尊严 公元八十八年汉章帝刘达去世 他九岁的儿子刘赵继位 就是汉和帝 由于汉和帝年幼 所以他的养母窦太后临朝称制 窦氏外戚开始掌权 公元八十九年 窦太后的哥哥窦县领兵 在基洛山大破北匈奴 共斩杀北匈奴 冥王以下一万三千多人 先后有八十一步二十多万人前来投降 汉军取得一场大胜 道县和耿炳还登上燕燃山 命令随军出征的史学家 班固作明文刻在崖石上寄功 这便有了与西汉获取病 风狼居须齐名的燕燃乐石 道县自认为对国家立下大功 愈加骄纵跋扈 恣意妄为甚至结党营私 把持朝政 他依仗自己的妹妹窦太后撑腰 窦氏外戚集团的势力 遍布朝廷所有要害部门 竟然开始图谋篡位 公元九十二年六月 十三岁的汉河帝刘兆实在忍无可忍 终于联合宦官 一举剪除了窦氏家族 在扫灭了窦氏外戚的势力后 汉河帝刘兆开始亲礼正事 他对内整顿励志 朝贤纳事 减免说服关心民生 对外则击溃北匈奴使其西迁 并任命班朝为西域都护 彻底平定西域诸国 此时的东汉逐步呈现出 国泰民安四夷宾服的局面 史称用源之龙 公元一百零五年年仅二十六岁的汉河帝驾崩 此后继位的是他刚满百天的幼子刘龙 就是汉商帝 由于皇帝太小 所以此时的朝政是由邓太后为首的邓氏外戚把持 而汉商帝刘龙一岁就去世了 此后他的堂兄刘户继位就是汉安帝 汉安帝继位的时候只有十二岁 再加上他本身就是邓氏外戚拥立的 所以自然也就成了邓氏外戚的傀儡 直到邓太后去世 汉安帝才得以亲政 随即他消灭了邓氏外戚集团 然而他却阻止不了其他外戚陆续掌握权力 安帝死后 十岁的前少帝刘役 又在严氏外戚的拥立下登基 在位近二百零六天就去世了 之后十岁的汉顺帝刘保即位 虽然他在位时间有十九年 但他在位期间对外戚继续放任不管 又导致皇后梁难为首的梁氏外戚 长达二十多年的专权 梁难的各个梁继更是达到了 外戚权力的巅峰 此后的汉冲帝刘炳汉制帝刘转 都被他牢牢控制 汉制帝仅仅因为一句 此跋扈将军的怨言 就被梁继堵死 外戚对于东汉的祸害可谓愈演愈烈 公元一百四十六年随着汉制帝刘转被外戚梁继堵死 十四岁的刘志又被梁氏外戚用立为皇帝 就是汉环帝 但梁继的嚣张跋扈欲发惹得汉环帝不满 于是在隐忍了十三年后 即公元一百五十九年 汉环帝刘志 联合宦官一举诛灭了梁继等梁氏外戚 此举后 汉环帝将与他同谋的十三个宦官封侯 打这之后 宦官又开始成为继外戚之后 东汉政权的主导力量 问题是宦官的腐败比外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这就引起了很多士大夫的不满 他们与外戚联合一同对付宦官 宦官当然不会放弃权力 双方斗争激烈 最终导致了两次党故之祸 公元一百六十八年汉环帝驾崩 享年三十六岁 由于汉环帝无子 所以皇后窦庙 与他的父亲窦武就主持拥立了 汉张帝刘达的玄孙刘洪 就是汉环帝 这个汉环帝比汉环帝更昏庸 也更加宠幸宦官 他曾指着两个恶名昭著的宦官说 张让是我父 赵忠是我母 为了享乐 他把朝政都交给宦官 使东汉的朝局更加险恶 公元一百八十四年黄金起义爆发 五年后汉环帝刘洪去世 汉少帝刘汴继位 随之而来的又是外戚合进 与宦官石长氏的惨烈斗争 而出身四十三宫的袁绍却引狼入室 招西梁董卓入洛阳诛杀石长氏 结果不幸泄密 宦官们先下手为强 诛杀了外戚合进 随后袁绍率军攻入皇宫 对宦官进行屠杀 至此 外戚与宦官的势力同归于尽 而此时入京的董卓 就顺理成章地控制了朝堂 这之后 倒行逆施的董卓 废了汉少帝刘汴 又立刘汴的弟弟刘邪做了皇帝 这就是东汉的最后一位皇帝 汉县帝 此后天下大乱纷争四起 东汉进入了倒计时 三国时代即将开启 想听群雄逐鹿的故事 咱们下期继续